哦,嘴那么舒服啊 哦,我们来看 看,看书 看什么书呢,书这么多 书很多啊,还有很多书啊 哦,来看 梦克,梦克 梦克啊 梦克是 梦克呢 是 挪威北欧五国 雷神索尔的故乡 的画家 他从小呢,就 身体虚弱啊 哦,你看 他画的 这一幅是 少女 裸体耶 好 这一幅也是少女 哦,这有点 构图有点阴暗啊 很像吸血鬼 或者神秘的人啊 或者神秘的人啊 好 这 有 有一个人 梦克啊,是 18 18 19世纪的画家 哦 一 总共活了 81岁哦 1944年 过世 18 1845 是 1845 是 1845年左右 又诞生的 孟克呢 最有名的一幅画呢 你们应该都看过 就叫做 呐喊 呐喊 因为 恐惧啊 内心的恐惧啊 而在走在 瞧瞧的时候呢 不由自主的 呐喊了出来 哦 现在呢 是不是 很多人 也可能要呐喊 哦 好像就是这一幅吧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一幅 这一幅 还没有看到人在呐喊 哦 你看 现在 哦 就是这一幅 有没有 你看 瞧 然后 前面 这一个人 你看 吐住自己的耳朵 哦 好像他听到了恐怖的声音 然后 他在呐喊 哦 事后啊 有人 问 孟克啊 说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幅画 啊 他说呢 这幅画呢 他画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 他说有一天黄昏的时候 他走在桥上 觉得呢 这个天空的云啊 你看他天空的云他是用红色来表示 他说云呢 我感觉云好像是血啊 那 这个血啊 这个声音啊 他到底是听到什么声音 他说他听到的声音就是颜色发出来的声音啊 这个云啊 这个云啊 红色的云 会有声音出来哦 哦 你现在看 你看 你有没有听到云 血色的云所发出来的声音 恐怖声音 哦 他听得到 所以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感觉 他不由自主的感到恐怖 他就叫了出来 这是1893年的作品 1893年隔了两年 1895年 中国发生了什么 甲午战争 有没有 1895年 1895年 这个 以卫战争啊 这个台湾割让给日本 我想 那18 隔了两年后 的台湾人 应该就是要这个样子 呐喊 台湾 割让给日本 以卫战争 1894年 才是甲午战争吧 啊 隔年呢 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了 然后 这1893年的作品 然后这个1892年 这一 这一幅画 叫做绝望啊 哦 也是在巧耶 哦 为什么在巧呢 他特别容易感觉绝望 哦 1892年 他感觉绝望啊 隔了一年 他就呐喊了 哦 这 这一幅画你们 看了 能够感觉到绝望吗 哦 他他感觉到绝望 他为什么 当时会 当时他 29岁啊 1893年 他29岁 这一张是28岁 哎 才正直年轻啊 哦 像像你们28岁 29岁你们都在做什么 你们都是很阳光啊 兴高采烈啊 意气风发 但是孟克不是哦 挪威人 孟克 北欧的孟克 他感觉到绝望 他感觉到 想要呐喊 哦 为什么 这像这个1892年 这一幅画绝望 你有感觉到哪里绝望吗 你看这个人 前面这个人 后面还有一个人 哦 两个人之间有距离 有没有感觉到一种 寂寞孤独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你看 哦 不然他就不要画这个人嘛 他画了啊 然后这个空间 空出来 然后这个远方这些 都是很单调的 让你感觉到有一种 静的 静的 有点 静的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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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单啊 孤单的恐怖啊 哦 这个人也不晓得在看什么 明明瞧下 没什么好看的啊 而且你看 他往下看乌漆骂黑的 他脸还这么苍白 这个就是绝望 戴着帽子 太阳用不大 他还戴帽子 哦 绝望 哦 这个就没有戴帽子 禿头 哦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这个 他在接受访问时 他是怎么来解释 那一幅画 这一幅呐喊啊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有说明啊 其实他的画风 他的画风 其实也是有有那些很古典的 很严谨的很写实的也是有 哦 他有现实派 有这个 有这个写实派 也有印象派 他各种画风他都会 也有抽象派的 他也会啊 你看 哦 很特殊啊 算是天才画家 孟克 哦 哦 现在他的那 刚刚那一幅 唐喊呢 收藏在 斯德哥尔摩 国家 国家 美术馆 斯德哥尔摩 瑞典的首都嘛 啊 另外那个绝望 收入在奥斯陆 国家 美术馆 奥斯陆 是 挪威的首都 哦 你看这个 国家级的图书馆呢 那的美术馆呢 收藏 收藏他的画作 你就知道说 他的画作 哦 让人呢 启发 有多多大 哦 值得珍藏 我想他的画 这个应该算是 无价之宝 哦 如果真的有人啊 要拍卖的话 当然是不可能 因为这收藏在 国家美术馆里面 哦 如果当初没有收藏 在国家图书馆里面 要拍卖的话 我想这都是易的啦 哦 你看这每一幅画 都有说明啊 啊 这些文字啊 都有说明 我们来看看 最有名的那一幅 那韩 他的 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看啊 呐喊 1893年 后子 油画 粉柴 然后 他 这 孟克说的啦 我和两个朋友 一道 走着 西阳西沉 原来 原来 后面 那两个人 是他的朋友 他跟他的朋友 距离那么远 他自己走得很快 他自己走在前面 他和他的两个朋友 一道走着 西阳西沉 天空 变得像血那样的红啊 你们有看过像血那样 那样红的 西阳吗 的天空吗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可能北欧的天空 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忽然呢 无精打采 北海 极度疲 极度疲倦的 停住了脚步 站在那里 又黑 又黑色的 海峡 海峡又黑色的 和街道 街道也是又黑色的 代表说 他的心情已经很黑了 横着 横着血 与燕之舌 朋友继续走 而我呢 一个人留在那里 因不安 因不安而站斗 因不安而站斗 不安 比如说 担心 俄罗斯到底会不会打乌克兰 到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很不安很不安 就呐喊了 我感觉到 自然 自然之伟大的喊叫 自然喊叫 自然喊叫 这个叫做天人感应 这个叫做天人感应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要变天了 梦克后来在 《关于生命之年座的成立》 一文中写着 我画这幅作品 的时候 把云画成 如热血一般的红 色彩 色彩里 泵出声音 色彩里 泵出声音 这种说法很特殊 色彩会有声音 那就成为 在生命之年座中的呐喊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呐喊 到底是什么在呐喊了吧 就是那个色彩 色彩啊 让人感感受到 那是有声音的 有声音的色彩 在呐喊 这幅画里流露出 震惊的体验 把极度的不安 孤独 深而不可测的寂寞 深而不可测的寂寞 紧紧地 绝住在奥斯路 奥斯路就是挪威的首都 奥斯路 郊外 落日 中 的 孟客 好 看到这里就好了 这个啊 为什么他要 把自己当时的心情 画出来 其实这是他的老师 他那个时候29岁嘛 然后他的老师呢 就鼓励他说 你是天才画家 我们刚刚也看到他其他的作品 好像刚刚有看到 那个裸体的女孩子啊 少女啊 那一幅画好像叫做青春期 其实他也可以规规矩矩画图 他是天才啊 但是 这个老师啊 你看像这幅画 是不是很古典 很写实 他是天才画家 但是他的老师啊 鼓励他说 你不妨把你自己 现在的感受呢 画出来 就这样让他画出 呐喊而名流轻实啊 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一服啊 还有人把这个 在呐喊的人 把它做成T恤 衣服上面 就印这个 现在感觉这有点像是那个外星人 外星人来到地球 看到人类吓得呐喊 你要做什么解释都可以 这个老师的鼓励啊 鼓励他把自己的心情画出来 就这样呢 使孟克成为这个 名流青史的大画家 你看他前面的这些画 我们可能都还 还不是很清楚 虽然画得很漂亮 但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印象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呐喊那一幅画 我想呐喊这一幅画呢 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 很应景啦 呐喊 你看现在 这个Omicron 世面世界 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怎样绝望啊 隔壁这一幅画叫做绝望啊 绝望 绝望 绝望再来就是呐喊啊 所以说这个绝望 难道这个 在看桥下的人 他是因为绝望 他想跳下去吗 他搞不好得了新冠肺炎 然后 想不开绝望 是这样吗 那呐喊 我确诊了 哇 天啊 我要被隔离了 哦 我还要缴 还要先预付三万多的这个隔 这个隔离 铝色的费用 哇 天啊 完了一千啊 哦 就这样呐喊 哦 各种解释都有 哦 或者说哦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股市大点三百点 哇 天啊 哦 结果有没有打 没有啊 哦 结果你看今天 股市涨的 涨的跟什么 什么是的 好像 哇 大帐啊 这几天股市都大帐 然后又来了 你看 现在 美国还有欧洲的 新闻又在报导说 俄罗斯是假撤退哦 他们不是真的 他们不是真的在撤退哦 说这个 反而 反而那个 俄罗斯还征兵哦 真的是这样吗 又又又在吓唬我们了啦 为什么要这样吓唬我们 有人就在说 是不是在逃股票啊 放空 为了放空啊 所以这个就 制造这个 要战争的假消息 其实 我早就说过了嘛 俄罗斯敢不敢打乌克兰 不敢啦 从几千年来 从古老 古老到现在啊 这个 乌克兰就是 格萨克 骑兵 的生产地啊 这个 格萨克骑兵就是 就是 最精锐的 最精锐的 部队啊 这个俄罗斯人 吓都吓死了 他们 他们是不敢惹 惹这个 格萨克 格萨克 骑兵啦 他们不敢惹 他们不敢惹 乌克兰人 乌克 乌克兰人才是真正的 战斗民主 不是俄罗斯 好不好 乌克兰人 格萨克 骑兵 只有 历史上 只有被 一个军队打败过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军队吗 他百战百胜 天下无敌手 只被一个军队打败过 哎呦 没穿裤子 遮住 只被一个军队打败过 那就是 台湾军 当时啊 这个 沙皇彼得大帝呢 率领这个 格萨克骑兵 攻打西伯利亚 这个贝加尔府 贝加尔府那一带啊 然后彭春 清朝 康熙皇帝呢 派彭春啊 带着 台湾军 当当时台湾刚 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嘛 然后就在台湾征兵啊 说 要去打那个 俄罗斯帝国 你看 你看康熙皇帝多过分啊 把台湾是一个 互热带 互热带地区 这边很热 竟然把台湾人 带到那么 那么寒冷的 西伯利亚 去打仗啊 你看 有寒 但是 台湾人照样打 打胜仗喔 这个格萨克骑兵啊 以为说满清帝国 子老虎不堪一己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台湾兵啊 这个台湾原住民啊 然后那个 脸上有 我有画那个 刺青啊 这个格萨克人看了都 很害怕 然后这个 台湾人啊 原住民啊 里面有原住民啊 那个体力超好的啊 管你西伯利亚 两只只根本不怕 哇 格萨克人 格萨克骑兵呢 完全无法抵抗啊 大败啊 被台湾军呢 可说 歼灭喔 400多 400多的格萨克骑兵 几乎全军覆没 我说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那个那么那么 强悍的部队啊 我说 问说这到底是哪来的啊 中国 中国人就不会打仗啊 怎么怎么突然间有这种军队 台湾哪一个台湾 台湾军 台湾军呢 是就是 历史上呢 唯一打败过 乌克兰 格萨克骑兵的部队 所以啊 所以你以为那个乌克兰美女瑞莎为什么会 会来台湾 是 崇拜我们台湾人啊 因为他们读过历史 知道说他们 乌克兰格萨克骑兵 唯一臣服的 唯一 曾经打败过他们的就是我们台湾人啊 所以对我们台湾是很崇拜的啊 所以当然要来台湾看看啊 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以后再来看卢梭 还有 莫蒂 李安妮 还有 碧卡索 的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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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